2020年对于肖战来说,真的是太难了,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,肖战也是终于挺了过来。 回顾整个2020年,肖战身上的负面新闻很多,但是,这五大关键事件的出现,可以说,对他本人的意义,非常重大。 事件一,发行了单曲光点,肖战的这个单曲发行后24小时,登顶数字专辑榜第一名,总销售额已经破亿,流量的带货变现能力依旧强势。 出了负面新闻之后,很多厂商都担心肖战会从此一蹶不振,特别是他能否有足够的号召力。 事件二,得到央视等权威媒体的肯定,肖战在事件爆发后,首次正面回应事件始末时,就为选择任何一家娱乐媒体。 不少人都觉得,肖战肯定是被主流媒体封杀了。 事件三,狼殿下的顺利播出,肖战因为陈情令而大红大紫,对于已经转型为演员的他来说,如果后续没有作品的话,热度肯定会下降的。 事件四,登上星光大赏的舞台,年底的各大颁奖活动,是对于娱乐圈一年来的总结和表彰,而星光大赏无疑是具有指标性的。 虽然一度传出,肖战不会出席,但是,众多粉丝还是带着灯牌在现场等他。 当肖战出场之后,漫长的红色星海,上了各大网站的头版头条,这无疑证明了,除了粉丝之外,肖战还有众多的路人粉。 经过低谷之后,再度出发的他,依旧是娱乐圈的顶流。 事件五,重回东方卫视的舞台,压轴演出,肖战在最后时刻,官宣加盟东方卫视演唱野子。 这也是他第二次在东方卫视压轴演出,而压轴压出的意义有多大? 估计大家都一清二楚,能得到地方台大卫视的力挺。 在后续资源上,肖战也是不会发愁了。 肖战的爸爸妈妈,本来打算给肖战起名叫肖战,但是,妈妈怕赞字不好写,于是,爸爸就改了赞,改为赞。 肖战爸爸非常重视肖战在文化方面的培养,因此,肖战从小就让他学画画,拉小提琴等。